断夜奶的话基本上是月子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喂奶的时长的话奶粉的话是三到四个小时 母乳的话是两到三个小时就要喂养一顿 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早产儿以及低体重儿 他哪怕在睡觉你也要把他叫醒起来吃下一顿 对于比如说宝宝天理慢慢的在增加 那么有的时候的话宝宝可以睡到五个小时 这个时候的话可以 可以让他睡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在月子期间不要超过六个小时 时间太长的话 他会导致新生儿的一个低血糖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几率 对于大宝宝 比如说三个月以上的宝宝 你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给他慢慢的减少一下 就是夜间喂奶的一个次数 相对来说他的睡眠的话也会很稳定一些 可以白天让他多玩 然后晚上的话他的睡眠时间就会拉长 我们也不要人为的去叫醒他 慢慢的自然而然夜奶以后慢慢的减掉 给宝宝断夜奶的重点 一 新生儿没有断夜奶的说法 二 需要循序渐进断夜奶 延长夜奶的时间间隔 三 建立良好的睡眠规律 白天让宝宝多玩 晚上睡觉时间就会拉长 晨� sinners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